农场怪现象,鸡蛋没蛋黄,蛋黄去哪儿,拨开一个鸡蛋没蛋黄,拨开第二个也没蛋黄,连续拨开十多个蛋都没蛋黄,这就奇怪了。 陈信养殖者近来在农场解释到的十多个本地鸡蛋都没蛋黄,只有蛋白,令他觉得非常新奇,这十多个鸡蛋的外表跟一般的本地鸡蛋无异,但体型偏小,水煮拨开后要浓浓的蛋味,维持起来味道较蛋,也较无较劲,陈时受访时说,这是几十年养殖以来首次见到如此奇怪现象,也不知道究竟有几只鸡所生。 更不知小为何产出仅有蛋白的鸡蛋,刚开始水煮熟后拨开一个鸡蛋时,发现没有蛋黄,只有蛋白,好不奇怪,之后再拨开其他的鸡蛋时同样没有蛋黄,觉得非常特别。 兽医,无蛋黄不健康,兽医高文龙指出,如果家禽生出没有蛋黄的鸡蛋,表示该鸡不健康,生下来的鸡蛋可能含有细菌, 最好不要食用,鸡蛋在母鸡腹腔中发育的过程是先在卵巢内形成蛋黄,再进入输卵管,输卵管必分泌出蛋清将其包裹,最后形成带壳的鸡蛋。 高文龙说,如果鸡蛋卵巢受到感染,或在其他情况下排出一点浓货血等进入输卵管时,在蛋清照常形成的情况下,就会剖裹出没蛋黄的鸡蛋, 加鸡生成一个完整的蛋大约需要28个小时,有时候生了3-4个鸡蛋后,卵巢可能受到感染有血块, 如果血块进入输卵管,就会形成无蛋黄鸡蛋,蛋几率非常低,几万个鸡蛋可能只有几十个没有蛋黄,这种鸡蛋通常比较小。